WWE x 836 怎麽能做到想ά 妳要去法气 你midligen要做法气 我去发 很多同学都叫我 询真的要去法气 我正在教你,现在就正在教你 但你能否去到那个层次 因为不是我的身体,而是你的身体 当你的身体有病,医病 就先医好自己,身体调理好了 你里面的内气就慢慢升华 升华就爆出来,爆出来就可以 跟着学医 可以用行动的表现去帮助人 你讲是没用的 先言又讲,人之初我就是性本善 所以我刚才同学问善,我就用善来说 这个善可以做成好人 这些全部是情感的问题 这是情感的问题 刚才说了,心态的平衡 我们就没有病,没有心病 所以心态平衡,我们内丹、荷尔蒙 就会出来自发治疗 就不会有这个病 但是我们为什麽念 在有违的功法 如何去解释给他人呢 我们要如何去衡量 当然有善,你就有 有些人读恶,其实不是恶 乎,很讨厌 这个乎,有善就有乎 可能是其他不同的 不要忘记我们有五十六个种族 我们是民族,有五十六个不同的 大家说的 客家跟我说 我都不懂得听,上海人说 我还不懂得听 大家不需要在这些音误 我们要用什麽 我们要用什麽 他在我教,就要教阴阳辨证论 怎麽为止是对 怎麽为止是错 善同样是对 善就是对 善就是对 户就是错 有些人说先天 先天 先天 圣本善 那有阳 那会不会有 圣本户呢 或者圣本恶呢 那当然有,有阴 有阳 我们要用阴阳辨证 来忍 拿个宗去取宗 一阴一阳之为道 在我这方面看 你的性本 你的户呢 首先呢 我由基因去看 我们DNA去看 所以DNA 就讲到什麽 有先天 中天 后天 我们老祖宗的字眼 没错的 即是没有基因 基因就是 我自己本身 我爸爸和我爷爷 是肺病死的 传到我那里 我一生出来 我一直都有肺病 尤其是 在伦敦大学 初初我不是读医 很后期 我53岁 53岁才回到山东大学 读医 读我们的读医 全部是我们的中医 那时我小时 二十、二十三岁 那时我是读学职的 我在伦敦大学 过去英国 还死多两成的花粉症 哪里能休息 根本是休息 根本是休息 这些是基因问题 我生出来就有问题了 中药又可以 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治不到 去不到 日本 西药根本还不行 那就是靠练功 到现在 我一直都可以 抱着姿势做人 我基因 有改变 所以我们有基因 而无形中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心理 有问题 就我们的生理 都会有问题 你明白吗? 所以大家明白 性本恶 恶 恶或者恶 就是因为很多时间 那些人生出来 就有问题 在我方面 我基因的问题 就是肺问题 有些人有些人 杀人犯 为什麽杀人犯 现在很多时间 那些人说 你不会让他生 就是因为杀人犯 那些人 他根本心理有问题 就是内丹 调停不了 即是有问题 那些肺要出问题 那他生出来的DNA 基因问题 他先天 会变成猴天 中天 中天 后天 他生出来的中天 现在我生 我的儿子 生出来 亦是有肺有问题的 这是中天 和后天的问题 那我们是怎样去调理 那我们用科学去认证 那其他老师说 又从其他角度去说 没错的 这些是他们的修为 在我方面 我用人体的医学去说 为什麽人类是群居的问题 我们是动物来的 我们是一堆人的 我们不是单独很难生存 但是当群居的动物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 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冲突 是没得避免的 没得避免的 一定会有的 一样米就吃出八样人 这就讲修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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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战争呢 我们几千年 五千年就打到飞起了 但是在战争中 我们出了很多什么 很多的圣人 很多的所谓 现在叫做哲学家 我们是先言 但是战争要和平 又是相对 又是阴阳 那我们老祖宗 由几千年之内 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就吸取了一些教训 就写了什么 就写了一些教义出来 五千年中文化历史的 阴阳运转 战争和和平 那战争就是将军 但是我出了很多圣人出来 即是模型中 我们有很多兵法 也会有很多德育 所以我在我方面 尤其是教在西方 我说你们西方教育 你没有我们的德育 西方人没有的 现在香港也没有 香港和中国的地方 都没有德育教育 我还记得有一年 我在英国听到 政府说想讲德育 哇 几百米的香港人 出街示威 不可以教德育 不是吧 你看看西方国家 全部都乱了 你看我们中国 起码我们有个八德 这些八德是孝替忠信 礼仪廉此 这些是说的修心 修心 就一定要学这些教义 这些教义 就是我们几千年流下来的 我们有人与人之间 大家相处 为什麽要孝 为什麽要看 这个就是我们家庭 忠信礼而廉此 西方没有这些 完全没有 所以它全部崩溃 我就不会再讲这些 有机会就讲讲八德 起码 我意思是念头 心念 念头 就要学这些教义 另外学这些教义之后 我们有三朝的阴阳论 先天的六位时成 中天的阴阳对立 后天的阴阳云转 我教的就全部是教这些 为什麽这些是这麽重要的 这些是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功法 我们去操练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 老祖宗的功法 根本你操练 你是手没触到的 真的是手没触到的 所以我们周亦太词有讲的 一阴一阳之为道 即是模型中你操练的时候 你什麽时候阴 什麽时候阳 什麽时候虚 什麽时候实 什麽时候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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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时候快 什麽时候慢 这些是一阴阴阳之为道 但现在你看看 手没触到的 你看不到这些任何 和阴阴阴阳之为道 这些是教法 那你拿个忠正 但忠正之后 还要逆变 因为我们每一刻是要变的 你明白嗎 所以这些是功法 遲些要操练堂 所以我在大学 我在医院大学教 就教这些东西 最后 我讲完这些 现在就 现在讲到同学问 大药 大家讲到大药 你的养份 现在你讲的养份 对不起 看不得到 有了 等等等等 我拉它过来 OK 看它的养份 是否每一个细胞 增强身体免疫力 那我再讲到这些 它的养份 那为什麽你的养份 这麽重要 大家要明白 大药 大药 已经讲了 快点拉它 OK 大药 好了 现在我用这个题目 来讲大药 我们讲的是上丹田 看看这个 所以我们分三个丹田 上丹田 中丹田 和下丹田 那我就拆它出来 大家明白 这个大药 那是什么叫大药 你说清楚 有大药 有小药 是吧 大药的主宰 这个主宰 上丹田 才是主宰 所以大家要守 不要守住 掩住楼楼下 那是负丹田 主宰 就是控制大药 是个老师 大家守住 大药 老师 带着主宰 我们叫主宰 和主宰 主宰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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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也不开 其他也不开 所以我们的小周天 可以说得很清楚 大家要明白 将来守二守丹田 打病早点 首先就在大佬那方面 上丹田去做 上丹田的两个主宰 主宰就是黎远 黎远出什么呢? 黎远就是老早中说的 出了主宰 金翼 金翼是一个 collective term 是一个很 统统 一个很大 一个液体 液体 不是金丹 所以你听到 金丹 是个外丹 主宰 外丹主弱 主弱是一个金丹 如果有一个 弱 一个实物 在身体里 转来转去 转连转去 是死人的 大佬 是堵的 你一拗脉 就堵住了 你不死人? 老最宰不是说 内丹 内丹是说金丹 又不是说金丹 金丹是外丹 所以先搞清楚 这也是最大的误解 那是金丹 金丹有很多种 我适当抽几个出来 现在 很多名称 稍后会和大家说 Dopamine Dolphin Lyphae 血清素 这些全部我找出来 全部都做好了 功课 肉弓 肉弓就是我们的Pineo 就是我们的重火线体 这个大药 也是主单 我们出的就是Metatonic 现在知道褪黑激素了 肉液 我们可以用回古时液 我们用现代 大家去比较 宰拿三个丹田 上丹田 中丹田 下丹田 竅門 上丹田有多少竅門 中丹田有多少竅門 下丹田有多少竅門 竅弥 上面丹田有多少丹弱 中丹田有多少丹弱 下丹田有多少丹弱 如果你都不懂 你練功人丹 十四個藏斧 會不會引錯 導引錯呢? 拍丸子你吃錯藥 行氣玉佩銘說 信則生亦則死 死人不要搞 老祖宗說了幾千年 不是我說的 老祖宗說的 這些鼓勵 他畫了 兩個竅 主竅 這個黎縣 這個玉公 大家可以看到 那怎樣? 開這裡怎樣開? 出什麼單? 是否要做研究? 是否要學習? 剛才說 你的水俠也很少看 還有從國線看 當然位置不是現在那麼準確 但是幾千年前 我們中國人已經知道 有這兩個竅門 我們上丹田是有這兩個主竅 好了 輪到中丹田了 中丹田呢 如果上丹田不開 主丹不出 它一出入了血流 向下流 因為是地心級來的 天地人 地氣向下流 就會引起到中丹田 變成腐竅 剛才的主竅 上丹田是主 master glands 中丹田也有人說 secondary master glands 也是一個腐竅 原因 出這些大藥 這些小藥 因為大藥不出 小藥不會出的 讓它的負擔 一種胱藏 雞藏 雞藏 另一個是 因吞 因吞 這個就是 peraphiren 中文就叫做因吞 這些全部 就是雲極七籤 道藏 大家回去炒一下 老祖宗全都列出來了 老祖宗全都列出來了 差不多八十多种 这个很简单,我找一找出来 拿来大家谈谈 要看看,舌下两孝 这些古图舌即舌下面 即舅舅,有两个孝 一个是袁英,一个是Internet 刚才我抽出来,我要引证 袁英,Internet 这些不是我讲的,老早中讲的 讲几千年了 只不过我们用现在的解访学 对不起,我教西方人 可以用西方人懂的 它们叫从那些线看 是否讲得很清楚 这是古典来的 另外再对照,你看 厚,厚,厚位 因为厚,我们的厚路 我们里面也都有 这些是否有相连 全部老早中是否有所讲 我们轮到我们怎样去看 就是Pyroid和Pyroid 我要用解访学去看 你明白吗 好了,去到夏丹田 夏丹田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我又抽到几个 一个是圆名 永赏的名 其实是Andrenaline Glands 即是我腎上腺 出的负担就是Andrenaline 另外我又抽了一个子宫 女士 你守住 守住 守住Ovary Glands 或者出负担 Extragen 蓝星 有问题 磁卷那方面 Testis Glands 就是Testratens 那这些是否我们老早中 讲了 叫做磁童 教肆叫做磁童 我们讲了几千年 那是否要做些功课呢 那我们要引证 那到头来 这个手指 如果 譬如说 这个肚子 这个肚子孔 那你守住这个位置 没用的 你掩着这个位置 这个又不是出效的 那你全部都掩着这个位置 那是什么 那好不好 现在知道 你有问题了 女士 譬如说 子宫有问题了 Ovary Glands 你的Ovary Glands 在这个位置 那便要守住这些位置 对吧 男士 你的Prostate 你前列线有问题 就不要守这个位置 你守这些位置 对不对 你的Ovary Glands 就是守住后面 所以 白天感那里 是否有个 有个 握住你后面 命门的位置 命门是越位 越位不出单 你守住 命门是没有用的 你是不是要守住 我们的腎上腺呢 老早中的字眼不同 那如果我说 用那些字眼 你不懂 如果我用腎上腺 那大家说 那里有个腺体 那里有个孝门 那里有个孝门 那就是孝门 那你如果孝门 也搞不清楚 那怎么练 是否这样的意思 所以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就大约了 那跟着 那样份充分 血为气之母 气为血之碎 那现在说的就是样 所以我们把他拉进去 功法 就是行器术 行器的套立 这个样份很紧要 固着你的脖子 你捱多久 一秒钟 不是一分钟 你就暈了 死吧 何况那些细胞 细胞没有弱 就死吧 细胞没有弱 死死了 咬一下咬一下咬一下 咬一下咬一下 咬一下就出个癌症 大家要记住 而现在 大家要明白 很多时间 现在我说癌症 两个字 大家都说 癌症 全部都 哎呀 中招了 糟糕了 死了 不要怕 我有很多癌症病人 告诉你 心理病 杀得比你的生理更多 大家觉得癌症 不行了 你的心理 根本是 心理控制不了 你就出错单 一单就混乱 你明白吗 几千年 我们中国医学 没有癌症 两个字 大家想想想 所以 不要听到癌症 两个字 就拆掉了 我们没有这个字 这个字 是最近西方医学 才用癌症去买药的 我们说什么 细胞生细胞死 是这么简单 细胞生细胞死 细胞 你只能把细胞的生长率 能够控制得到 你的癌症就没事了 癌症 其实是细胞死了 病态 不要听到癌症 全部都会说 不行了 不行了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只不过 我们器官里面的细胞 某一个细胞 开始烂了 细胞烂 为什么呢 不够养 不够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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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细胞死 牛 细胞生细胞死 所以外单也可以 去把细胞里面 去翻生 或者 新细胞 现在我们说 养 养分 养分 对我们细胞很重要 所以我们行气套立功 就是说三个不同的呼吸 现在你的功法又没有 我看不到 有多少个功法去玩呼吸 什么叫肩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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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息呼吸 肩息呼吸 是一个字眼问题 然后胎息呼吸 什么叫肩息呼吸 那要先搞清楚 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血气 血气 血里面带养分 所以我们的套立 这么重要 行气肉佩冥 四千年 老师宗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们将我们血液里面的养分 大量去提升 另外 为什麽血去到全身走 你血好 血为气之无 很简单 刚才 老师宗说的 不是我说的 那你讲到这样 你拉他去功法 讲个肺 为什麽你要吞津 为什麽你要避弃 什麽叫做 踏上着桥 大家大家懂的 你听过而已 不是等于你懂的 就算你明白 我讲了给你听 你能不能做到 是否有问题 这些是功法的问题 是吧 所以修心 大脑的思维 你要明白了之后 根本要功法 修身 这个Avioli 这个气泡 你的肺里面的气泡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麽 闭气 我们老祖宗 几千年多聪明 老祖宗说 你将他闭气 就让我们的气 停留在我们的肺里面 给我们时间 这些细胞 这些是Avioli 这些叫做气泡 去吸收我们的阳分 入我们的血 你明白也不明白 那你玩又没有呼吸 是否差很远 是吧 所以大家要明白 大家要去承认 是我们有问题 自己有问题 有问题 不要紧了 学习吧 那么你都不肯承认 梁教宗是傻的 很多人都说我是傻的 没有问题 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傻而不关系 我就想指教一下 请你指教一下 我教了 拿病来来看看 不要拗 行气肉配鸣 所以行气肉配鸣 很重要 三重呼吸 我本书已经拆出出來了 大家去书宫买买来看看 这里最重要是《信则生,亦则死》 这四十五个字 这四十五个字 我本书就将这四十五个字 用现代的文语拆出来 公法 三重呼吸 这里有三重呼吸 大家要明白《行气术》 因为我也是学生歌 我们要跟老祖宗学习 现在才说 我们刚才是说血液中的养分 另外讲公法 为何呼吸那么重要 就是横甲膜 为何横甲膜那么重要 他肩式呼吸 但他用背面讲 我用上装子 装子应该是黑耳篇 他有讲的 如果是黑耳篇 他讲肩膀的运动 肩膀是不够呼吸的 为什么肩膀的运动 这么重要 大家讲了 我解释给大家听 不要紧 大家做研究 大家交流 大家看到 全部这些肩一动 就带动我们这些肋骨 这些是 Intercostal layer muscles 我去西方医院大学教医生 教他们如何呼吸 所以我们要解释给大家听 谁不懂呼吸 谁都懂呼吸 就是因为我们要将这个 所以我们在行键医院里面讲 心 心是心度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capacity的问题 这个量度 就是无形中 如果我们将这个肋骨的面积加大 我们的肺叶要大很多 靠什么 就是靠我们的肩式 就是拉我们的锁骨 以及靠我们的 后面的Scapular 那个甲骨 拉我们的 Intercostal layer muscles 拉我们的一群排骨 这些肩式呼吸 所以是胸部呼吸 你可以这样说 接着 腹式呼吸 之所谓是单调呼吸 单调呼吸 是不呼吸的 但我们是玩什么 玩一个横隔膜 所以肩式呼吸 要跟大家讲 这段时间死了很多人 就是心脏 就是因为他有血处 塞了大椎 我们玩功法是怎样的呢 因为这些叫做 Intercostal layer muscles 这些是肋骨与肋骨之间 我们就要玩这个 所以我们有些功法 叫做蝶骨功 叫做水桶功 全部玩就玩什么 就将它拉拉扯扯 这些肋骨的筋 这些筋来的 为什麽 这些全部生在一起 就全部生 扔着扔着 扔着这个横隔膜 你买了腹式呼吸 横隔膜 拉上下上下 就拉什么 你看到了 我们这个外心 这个外心 黏着在那里 即是无形中 你玩到横隔膜 那个胸部 刺激到这些肌肉 你无形中就拉拉扯扯 所以它导引 几千年叫做导引 所以就拉到我们的心 即是无形中 这个内功 内功有里面的运动 即是我们的心包 也有点不容易 即是无形中我们的心包 有手掌里面 和你拉拉扯扯扯 和你挫扯 和你搓扯 是不是将它的运动量 去加大 那你运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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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血气运行得多 那是这麽简单 那这就是功法 那大家现在 你有个目标 大家练功 是否有准确一些 如果我们去梦查一下 那你都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就想自然呼吸 你做自然呼吸就不能拉得到心包 所以这个横隔膜的腹式呼吸很重要 就因为它拉横隔膜是能控制得到 因为横隔膜是一个常耳机 我们练功就是练横隔膜 所以呼吸可以练得到 拉得到 intercostal muscle 拉得到心包 在横隔膜下面很多时间就有大肚腩 所以叫腹式呼吸全部是大腸、小腸 全部是排泄系统 你把横隔膜拉动的程度 能够加强它 那会不会运动量大了 所以我们的内功 身体里面的一个运动 看不到就在内面 你看得到就在外面 那我们的内功全是将这些 十四个状苦去提升 我们的生命力 就是这么简单 外功就练习肌肉 大脚佬 你去健身那里去练习肌肉 那些不是筋 那些是练习肌肉 这是在外面 我们主要在内面练习肌肉 是否相当好热呢 好 好 差不多了 好 好 大家需要不需要 还有少少时间 我去喝杯水 大家五分钟 好 我是启蒙 我将我的功课 摆出来了 大家自己做自己的脑子 你认为有用的 就拿来做参考 你认为我傻的 那就不用听了 很简单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现在这几分钟 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用个动工 就是常常在床上 说是没用的 我们移动一下 我站起来跟大家说 因为同学问一问 他说下肢的运动 现在我们讲修身 我们讲功法 我们内家里面说的 就是九节连环 我们有九个关节 变成了 因为时间有问题 我大大概概就解释一下 怎样能够 周身一家 一动传动 与我们外家和内家的分别 OK 我一直在动 看看我的脚 好 我开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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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器就開了 開了,可以了 可以燒熱 有時,很多時間... 哎呀 记得 很多时间的能量的问题 引发很低 OK 首先 明白 我们刚才 同学问我们的 下盘应该怎么做 上盘和上一堂 大概说过了 下盘有四个关节 如果我们通常内加拳 内加拳 为何不是打加拳 为何这么重要 慢慢同一说 首先我们要乱装 暂装很重要 但现在出问题 大家有普适、普求 这些根本是完全拙折 下一堂就跟大家说 首先装是什么意思呢? 装是平衡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平衡 阴阳平衡 无极装 为何这个无极装 为何要开档 什么叫无极装 你一出 你手一上 这样一出一上 这样 这样 这些叫太极装 因为你已经有个意念在那里 无极装本身也没有意念 所以这些 无违和有违的问题 慢慢跟大家说 现在九节连环 你拿着脚指 为何拿着脚指 为何拿着脚指 为何一个手指 六条经落 这个是宅周天 你拿着脚指 掠指一个关节 跟着什么 跟着我们的足裸 我们的足裸 为何要硬 因为它硬上下 中正有上又下 有上又下 你明白吗 有上又下 有左右有 这个就是脚指的关节 和足裸的关节 跟着什么 我们这个 膝盘的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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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左人 跟着 夸 这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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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 前后 跟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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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内加 只要是什么 只要是玩 周深一家 用传动 尽可能 每一个动作 就 一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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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hr Chan 831 2 你的脚 脚要拿着四个关节 大家记住 拿着四个关节 我们的挡转 由膝盖大 身就由转 这些位置 大 均匀 这个均匀 所以脚很重要 六条鲸鱼走上来 手六条鲸鲸 十二条鲸鲸 十二条鲸鲸 所以内加或者内功 就是玩关节 三阴三阳 你打慢 我打几下出来 中挺有三个不同的速度 中挺 大气 我意念 叫我肌肉沉持的气 但是我打了脚趾 扔我 踩我的挡 踩我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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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大关节 和我拼拼拼 拼拼 二连去 增生一甲 一道传道 这个 就是我大佬和我的思维 管我身体的动作 接着我打行气术 行气术最慢 为什麽?玩小周天,玩大周天 见到过了 这些行李秘术 月曼 够曼了嗎 够曼了嗎 為何曼呢 剛才我打小舟 急氣 督密上 踏上夏鳥橋 抽 黃邦抽吧 接著上 踏上鳥橋 踏上吞津 閉氣 接著 閉氣 減壓 拉切動人 導引 全部 每個關節 十二個狀夫 大小舟 每一個狀夫都要做 接著 呼氣的時候 慢慢 放鬆 放鬆 開始呼吸 全身無好 反呼吸 這些就是行氣導引術 不是我作的 我做了28年 我28年看經典 查了出來 全部 馬皇帝出土 畫得清清楚楚 全部 老祖宗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這是我們在大陸做研究 這是我28年 看這些古典 還有我60歲 60年的經驗 把老祖宗這些大智慧 拿來跟大家交流 這個慢 打慢的行氣術 終請我們修心修身 我將大陸的思維和大陸思維的誘惠 叫我的肌肉怎樣去做 快也行 但是快呢 我們有個意念 你的手做什麼呢 打快就變成內加 加上拳就是八勢 明白嗎? 這樣子 這些就是彭 這個彭裏 這個彭裏就是彭裏的 然後這一邊轉 這個位置 然後這位置 正就是劑 好 這一邊可以彭裏 要打一塊 這些 這個腿 就連這個八勢 就是毛 為什麼這麼強 最重要是拉低斜斜,就是斜我们的筋 到头来,你斜的筋 亦都是无用中,就是洗水 一说洗水,不要说印度人的东西 我们是中国人,没有达摩这个人 应该是少林子,少林子的名字用得非常好 我是本人,我是三十一代少林 我归民意,因为我退出了 因为我学不到的东西,我很笨,我不懂 你找其他老师吧 我们讲导引术,四千年前的导引术 拉拉斜斜,导引就是液筋里面 液筋,伸展,导引 字眼不同,不需要拗 为什么洗水会用得很好呢? 是骨髓 当我们拉拉斜斜,尤其是打梦 我们一扯,扯到尽 当然你有病,你不能拉得那么尽 慢打 慢打 这就是够慢 这就是中等 中等的速度 对吧? 对吧? 慢与快 是你去定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每个定的速度 是管了某一个你想做什么? 念头 对吧? 所以 跟大家讲讲 时间又差不多了 至少我要 我要 有些人叫我吹水佬 不是,我叫我傻架 没有问题 闭嘴 闭嘴 说完要做才行 对不对? 我以身作则 我做了给你看 给你做参考 你认为有兴趣 大家交流一下 对不对? 所以他的动作很重要 功法很重要 第一 行气术 拿养分 小周天 大周天 新增展展 拉筋 为什麽拉筋? 因为筋 筋膜生入骨 里面 你大量一个活动 在某种种 你的筋 大量的活动 能量 我们叫气 你现在又叫做 震荡波 又叫做 frequency 震荡 vibration 波频 没有问题 字眼问题 不要咬 大家都 那是有一种能量 我们叫气 产生了骨膜 进去 跟它进去 骨里面 骨不动 骨里面是什麽? 生骨髓 生骨髓 骨髓是什麽? 生血的 是否叫做 血为气之毛 然后你动动 是否气为血之髓 随便是将军 带他全身去走动 这些四千年前 我们中国人有说 那什麽时候轮道 是什麽 印度人 达摩祖师教我们 我不懂 你问问印度人 看他懂不懂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 记住大家 是中华医术 所以很重要 他用的名字 用得很漂亮 洗水 这个老师 就是因为骨髓里面 是生血的 所以刚才 大家要明白 我们的导引术 这麽重要 如果你不明白 你手没触到 没问题 都会好的 但是你拿不到单 现在你要取单 开要取单 就是刚才 那些前施径 这些前施径 为什麽要扭 要它转 三圍 那是运缘工 左去右 右去左 左去右 一圆的 上 中正 有上有下 两个圆 后去前 前 三圆 那你说运缘工 你要明白 我们祷祖宗说 这不是我的座 我们做研究 我做了研究 拿出来 大家谈谈 你应该有用 自己能用 所以那些全部是扭 那你们扭转是什麽呢 扭转是什麽呢 你扭转是什麽 就好像毛巾那麽 那麽 那麽扭 那麽扭 左扭 左背右盼 上落 中正 前进后退 那麽 那麽当我们肌肉层次那麽动 我们肌肉层次那麽动 肌肉层次那麽動 肌肉层次那麽动 有很多神经生末 那麽刚才所说的 那麽便产生了很大量 一个肌肉层次的气 它会影响到什麽 影响到什麽 影响到神经系统 我们的电器 因为神经系统是走电 我们是静电 然后上大脑 上信息上头 大脑上信息上头 接着是什麽 放弹 这个就是化学 这个就是生化作用 这个就是精气神 精神的神 OK 所以跟大家说 差不多时间 多谢大家 认为大家认为有用的 就拿去做个参考 无所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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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